食安也有危机 而今年的毒淀粉 香精 面包 还有混油这些食安风暴重创的食品线 而有机通路的业绩也因此增加了两成以上 那今年有机食材的商机预计会大爆发 有机通路去年其实并没有刻意经营 只因为食安意识抬头 涌入许多的新顾客 业者说各个有机通路 分别占有小众市场的这个生态可能会改变 那今年有机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主流 另外有业者指定将在台北市 开出全台第一家有机小吃店 并且会压低售价 把有机食材给导入大众的市场